Namodasa Bhagavadu 阿拉哈多 Sama Sambun Das Namodasa Bhagavadu 阿拉哈多 Sama Sambun Das Namodasa Bhagavadu 阿拉哈多 Sama Sambun Das 最近人心惶惶 大家都知道是什么东西 流感 流感也让这个世界上 大家听到都 文字色变 文字色变 还有什么上胆 文风上胆 文风上胆 上胆 昨天当然我也有我们的 Pate Meta Meta 他在新加坡也跟我讲一些讯息了 然后真正统计好像人数 还有更高的人数都有 所以是非常 当然这个是可以治疗了还好 所以呢 所以这个 今天呢 当然也有David 请求我们今天可以送Rattana Sutta 给保护所有病苦的众生 还有希望这个病 这个病呢 流感呢 可以早日度过 然后呢 所以我们今天Rattana呢 是很恰恰好 不多不少恰恰好的一部经 为什么 这部经呢 这部经呢 在佛陀时代呢 也是在一个瘟疫 第三种疾病的时候所讲的 有三种疾病 一种疾病呢 是文艺 第二种疾病呢 是Yakha 夜叉 第三种疾病呢 是饥荒 啊 这个就要讲成他的 缘起的故事 这个缘起的故事呢 是讲到 那时候佛陀呢 是在 好像 比比沙拉王 King 比比沙拉王 King 比比沙拉王 是住在王舍城 王舍城 King 比比沙拉王 在那时候呢 佛陀在那边住着 好像渡语安居啊 什么的 那时候呢 在维沙利 一个瓦际国的一个小城市 顺便提起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很特别的一个国家 这个国家呢 普通的一个国家呢 有一个王 或者多几个王 这个国家呢 这个瓦际国 这个维沙利 是他的首都 这个国呢 是很多的国王 有多少 7707个国王 来统治这个国家 然后他们统治呢 是轮流的 有一点像说 那个叫什么 群龙无首祭 群龙无首祭 所以呢 这个国家是非常繁荣 在佛陀 大波涅槃经里面呢 有提起这个 这个 这个 这个族群 包括 阿加达沙都 当他成王的时候呢 也想要攻打这个国家 为什么 这个国家非常富裕 很富裕 这个国家有 7707个 宫廷 然后花园 池塘 很多很漂亮 然后到处呢 都是非常好的声音 然后是非常的庄严 然后那时候呢 还有讲到说 有一个叫做 安巴巴利的 一个巨女 出国圣者了 然后那时候 他邀请佛陀嘛 邀请佛陀 佛陀在 威鲁瓦娜的时候呢 他去邀请佛陀 受供 那时候呢 刚好遇到 这群的 好像像马 哎 叫什么 那个 李执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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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王子呢 刚好遇到了 安巴巴利就跟他 跟他 跟他 跟他换 以前跟他换佛陀供养 当然他不要了 他出国设责嘛 然后他们不死心 然后亲自去到佛陀面前呢 想要跟佛陀请求 那时候佛陀跟 比丘仲讲什么 比丘仲 如果你们没有看过天神的话 33天的天神 你们不知道长得这么样子的话呢 你看 走着来的 那这些王子呢 差不多就像这样的 天神就差不多像这样的 长得非常 就是很庄严了 然后穿的有些 一绿的蓝色 黄色 什么绿色 总之就是佛陀给他们的赞赏呢 是 类似像天神这么样 当然不是天神啊 不然人家最近也有人 有人批评说 有一些精 所以呢 佛陀批语他们像天神 可是他们不是神哦 他们是人 所以讲回来这个故事的时候呢 那当然 这个国家有 为什么会这么繁荣 然后为什么这个国家这么强呢 你们有兴趣的话 那有时间我们也可以再提起 是有原因的 不会偶然这么强大的 然后讲回来 这个国家的时候 那时候开始是什么原因 开始的时候是先饥荒的 没有饭吃 所以你们大家要记得要多做一些不实的吃饭的东西 也不然以后会有饥荒 有啊 有这很好 这饥荒故事在佛陀时代 在过去佛的时候 辟治佛时代都会 时常都会发生的 所以一样在这个国家呢 就发生了饥荒 所以那时候呢 这个国家呢 刚好 人民就 大家就在检讨了很多的 开始就很多的人死掉 那些比较穷的人就开始死掉了 死掉的时候就慢慢死 死的会怎么样 死的他们就抬出去 丢在城外 然后这个国家呢 是有三个围墙的 三层的围墙 所以你可以想象了 这么大的国家 有三个围墙 那是不得了的 万里长城的 然后就回 所以呢 越死越多人的时候 这个国家就开始 越来越臭 然后Yaka呢 也开始来了 然后臭的时候呢 就会有瘟疫就开始发生了 然后所以那时候呢 Yaka也来 来吃尸体 然后开始 从穷人到平民 然后就 一直一直的慢慢的延伸上去 然后那时候人民就开始在争议 到底是什么 是过去的国王都不曾发生 人家讲 有品德的国王 统治的国家呢 是不会有这样的灾难的 是不是我们的国王有做坏事 国王你有没有 有什么做亏心事 暗暗地理过什么东西 所以呢 国王为了 要了解是他的错 还是发生什么原因 然后就召集大家 在宫廷呢 请了几个 他们可能有像 评审 评审团呢 评价评估 所以他们就叫他们来评审一下 评审到底我本身呢 国王了 有没有做错什么 哪里有做错 如果有做错的话 他可以改正 好 大家呢 找了很久 找了很久呢 过后呢 发现 这个国王的行为呢 都是很正确的 没有一个 瑕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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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那时候他们就想了 既然又不是国王的错 也不是什么 那 当然他们相信耶 肯定是卡玛不好 那到底要怎么解决 方法论 要寻找像 反对蒙拉讲的什么 四种因果法则 四种 两套因果法则 就是方法论 四圣地的方法论 苦 苦的因 跟要灭 跟灭的方法 就是道了 所以他们想了过后呢 就想到 一个方法 有几个方法 一是请 据说这个世界上呢 有一个叫做六道 六 什么道 六十歪道啊 六十歪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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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他们想一下 然后又有人建议佛陀 所以他们最后的考量 应该还是请佛陀比较好 佛陀有神通 所以他们就觉得请佛陀来 然后当然 那时候在他们群里面呢 有一个叫玛哈利的王子 他是跟King Bibisara王呢 在同一个时期呢 听闻佛陀讲法正出国的 可能那时候他就在王舍城呢 遇到佛陀 所以那时候他们就派他去邀请佛陀 所以他就带 一个婆罗门的孩子 就去到很远 去到王舍城呢 去见 去带了很多的礼物 去拜见我们的 拜见King Bibisara 跟他讲这个请求 当然故事呢 就过后呢 他就亲自去跟佛陀请求 然后佛陀不会无端端就去一个地方了 佛陀会先了解 他是否能够帮助他们 是否佛陀的到来能够帮到 维萨利这个国家的 去佛陀答应的时候 佛陀去看的时候呢 佛陀发现 他如果到达这个维萨利的时候呢 会 他不只是可以帮到他们克服很多 这三种东西都可以克服 而且佛陀的到来 他讲三宝经的时候呢 会有八万四千个众生呢 可以争出国 开法院啊 就是争出国 所以佛陀就答应了 然后那时候King Bibisara 知道了过后呢 他就跟佛陀 佛陀慢着 再等几天 我要把路呢 铺得好好的 铺得很平坦 所以请佛陀待多几天 所以呢 他在每个悠加纳 从王舍城去到Vesari 有八个游巡 然后中间是一个横河 啊 横河如果有兴趣 以后你们去朝圣 可以看一下 据说以前的横河比较大了 现在收缩了 经典是蒋酱啦 啊 可能干掉了 可是我也奇怪 不是那个Goba warming啊 Goba warming 应该是更多水的嘛 可是不用紧 就总之可能是人的品格 越来越糟了吧 所以横河好像有输水一点点 有道理的 以前 灵鳩山 我们一天可以完成的 然后佛陀在一部经 有讲到说 在过去佛的时候 爬一个灵鳩山 要几天 然后再过去 一尊佛爬一个灵鳩山 要几个月 所以我们现在只有一天 就可以完成了 所以人的品德啊 有岁数都 会影响这个世界的形成 后面听得到哦 所以呢 所以他从 王舍城去到横河的时候呢 是五个尤加纳 然后三个尤加纳呢 是横河去到 威沙利 所以呢 那个是威沙利 国他们自己搞定 所以前面那一部分 就是五个尤加纳的时候呢 是 金比比萨拉 去处理的 所以呢 他用了 每一个尤加纳呢 他都会建立一个好大的地方 来给佛陀休息 给五百个比丘休息 然后做供养 所以呢 佛陀去的地方就是 不是开玩笑的 所以 据说 经典是记载 那个花呢 他铺的整个道路的花呢 铺到膝盖这么高 所以 一个尤加纳呢 据说是十多公里 所以呢 总共是五十多公里 五十多公里的花 铺到膝盖这么高 然后花是怎么 不能想象的 这么多的花 应该是有天神佳料啦 我猜想 不然哪里来这么多花 所以呢 佛陀就每一天 一天都走 有一个尤加纳 所以一个尤加纳 一个尤加纳 过后呢 他就在那个很大的地方呢 休息 很受很多的供养 很足够很丰富的供养 所以第五天的时候呢 他就到恒河了 啊 那时候呢 那个 比比沙拉王呢 他也是 船呢也是很大的 他的船呢 可以 载得了五百个比丘 应该是很大的 所以他是两个船呢 借在一起 然后用了宝 金 做的还是什么 金做的一个 座位给佛陀 然后比丘中 就这样烙着了 然后 维沙利国的听到 金 比比沙拉这么做的时候 他给的是 Double Double的供养 所以Double的供养呢 花更厉害 所以他的供养呢 是更加激烈 所以呢 当佛陀一踏上 Double Double 双倍 双倍的供养 比金比比沙拉王呢 就是 拼比沙罗王呢 还要 还要 高出两倍 所以佛陀第一步呢 一踏进这个 维沙利国的时候呢 就是那个领土的时候呢 第一步一踏下去 天上就开始下雨了 越下越大 越下越大 下到好像膝盖这么高 所以所有的尸体呢 被冲到很合理 所以佛陀一边走呢 所有 整个城市呢 就变得很干净 然后你们也知道 佛陀到的地方呢 就是有谁会到 天神会到 然后 第四天王也会到 然后 这个都是有原因的 等一下会讲 第四天王到的时候呢 天神到 光明的力量到的时候 暗的力量呢 就会散开 所以当天神到达的时候呢 所有的雅卡呢 没有所有了 一部分的雅卡 比较 胆小的雅卡呢 全部跑到晚了 跑到还剩下一点点 所以跑到晚的时候 那时候佛陀到了 靠近维沙利 要进入 成都的时候 佛陀就叫阿难尊者 你拿着他的波 装水 然后叫他 宝经 所以呢 绕着这个城呢 带着国王绕这个城呢 绕一圈 一直洒水 然后念宝经 所以阿难尊者 学会过后 他一念地 Ratana Sutta的时候呢 水 洒过去的时候 生病的人 碰到那个 那个要叫什么 吉祥水吧 呃 宝水 宝经水啊 宝经水 所以一碰到的时候 生病的人 变成没有病了 康复 马上康复起来 然后跟着阿难尊者一起绕 所以 你就可以讲讲 越绕 一直撒 越多人康复 人数就越来越多 所以越来越大群人 跟着阿难尊者一起绕 当阿难尊者一开始念 的开始 念那一部经开始的时候 所有的Yakha 他的门友 你们有知道 有好多千个大门吗 可是经典是记载是说 即使这么多个大门呢 可是这个Yakha是 被吓到 吓到逃的时候 来不及冲 那个路口不够多 来不及冲出去 所以很多的墙都被Yakha创倒了 逃到 逃之夭夭 所以呢他的墙门很多被创倒了 所以是非常 所以这部经为什么在 南传 里面是这么重视这一部经呢 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保护经 当然啦 一念这部经 要有力量的话呢 当然 看谁念喔 阿难尊者念 当然不一样 所以 当阿难尊者念完整个城市的时候 所有的三个疾病呢 全部解决到完 然后佛陀一开始 重复在讲这一部经的时候 八万四千个众生呢 全部成了出国圣者 所以是非常 非常厉害的一部经 总共佛陀在那边七天 都讲了 拉丹纳苏达 然后 拉丹纳苏达讲完呢 过后佛陀呢 就开始离开了 离开的时候更厉害 他们的供养是 来的双碑 所以 就变成了四碑 所以 那时候 灰的时候 灰的时候不只是人而已 连天神全部都来了 龙王都开始来了 所以那时候 龙王就看到佛陀的光辉的时候 人都这么样激动的 我们做龙的 不可以输啊 所以做龙的呢 他用很多的宝石 他的船 他盖了很多船 应该是很多寿船吧 他盖了很多的都是宝啊 都是钻石啊 宝石所盖的船 很多的两 然后 龙王呢 自己本身也撑一个伞 高度可以一个游寻高 很大 很大一把伞 然后中间伞下面呢 还有很多的小龙啊 小龙 小龙可能小龙女啊 什么啊 拿着小伞 哦 讲到伞的时候 佛陀来的时候 每个比丘众啊 佛陀啊都有 特别都有伞 好盖的 所以呢 还有 天神看到龙王这么做的时候 梵天神啊 天神啊 看到哇 龙都这么做了 我们也不可以 不做一些东西 所以 到梵天全部都来了 所以有梵天人拿伞 有天神也拿伞 所以那个 你可以想象很多个伞 整个天都是伞 应该是没有太阳 我看太阳都被折到完了 所以这非常庄严 然后记 记 经典有记载说 这一天呢 非常庄严的这个日子呢 也在每个世界 无边的世界呢 都把这一天呢 都 变成什么 变成他们一个庆典 一个全世界 可能是天神的庆典嘛 来纪念这一天 是哪一天我不懂 我不知道 可能以后你们可以问 寻法尊者在哪一天呢 他只是记载说 很多无边世界的众生呢 就是天神啊 他们就 为这一天呢 每到这个时间 他们都会有一个庆典来庆祝的 然后 所以呢 非常的庄严佛陀呢 就看有这么多船的时候 他自己也分身 分身的时候有 他一个 然后他也分身有很多的龙王 他分身变了自己的身体 也变了很多的 sankha 也变了很多的龙王 很多的天神 所以就是很多很多很庄严的一个 情景 所以 他们就慢慢的步回去 所以 整个过程呢 回的时候都是double的供养 所以当那时候比丘众 当然你们都是经典经常会讲的嘛 佛陀去休息的时候 那时候呢 比丘众就开始起来 就会 gathering 就会 聚集在一起 就讨论佛陀的光辉时光 哦 那时候讨论 讨论佛陀是会 借待命讲故事的 所以呢 佛陀就等他们讲到对的时候呢 就走出来了 问一下 可能就像pandemangat有时候 听我们讲讲讲一下 就跑进来一下 你们在讨论什么啊 那就会讲咯 那佛陀就跟他们 啊 这个就真正的是重点 佛陀跟他讲说 比丘众你们讲什么 哦 我们讲佛陀的光辉 你看佛陀 你的光辉 因为你的神通啊 这个天神啊 龙王啊 都因为你的神通 人啊 都因为你的神通 而感到无限的信心啊 做出这么大的供养 佛陀跟他讲 不是的 你你们都错 错误的理解了 这个不是因为我的神通 或者我的能力而带来的 这个所有的 你们所看到的所有的辉煌 都是因为我的业所带来的 然后佛陀就讲故事了 啊 这个故事是什么 这个故事呢 就是讲佛陀 他在过去的时候 他是菩萨的时候呢 那时候他是一个佛罗门吧 然后他有一个孩子叫Sushima 他叫什么Sankar是吗 好像叫Sankar 他有一个孩子 小小16岁很聪明 非常聪明的小孩子 然后16岁而已 他就想要跟他爸爸请求 我要去 我要去Takashila读书 我要学习一些东西 啊 就像现在读大学这样 在那时候 可能有一点不一样 那时候的Takashila 是在 Waranasi的哦 Takashila 那时候Takashila 是在Waranasi哦 可能跟现在的有一点不一样 可能Takashila的地方 会有一点换吧 然后他就去那边读 很快他的 智慧太聪明 啊不是太聪明 非常聪明 很聪明 所以很快 只要短短时间 他就学会他老师所教的东西 所以 他学会初中 可是后他就不明白了 他问他老师 后面的是怎么样 我不理解 前面的两个 初跟中 我都理解 可是后面 很难理解 老师讲他也不懂 可是 据说 修行人应该会懂 所以呢 啊在这个 仙人最初 就是 Vat Isipatana 那边呢 有 有 有什么 有 Pachika Buddha 所以 Pachika Buddha 也许可以解答你的问题 所以他就去了 去到 很多的 很多的修行家呢 都会在那边 都会在那边降落的 所以呢 是一个很好 很殊胜的一个地点 一些 所以 那时候呢 他去到找到的出家人啊 去是 Pachika Buddha 他就问 他讲 哦 这个问题 我会 当然那不是像我这样讲话那么草率的啦 可能是很庄严 肯定是很庄严 那就讲这个会 可是这个东西 只内传 只叫出家人 不教挖 不教局势的 啊 除非你出家 所以他就出家 所以 因为波罗蜜的关系 所以他只是短短的时间 Pachika Buddha 只是教他怎么正念的穿夹衫 正念的怎样而已 一段时间过后 他自己成了Pachika Buddha 因为波罗蜜 所以 因为他的寿命也不短 也不长 所以呢 他很快成了Pachika Buddha 他的名声呢 一下子传到整个城市 很多人都知道他 然后可是他寿命不长 很快呢 也露灭 所以你们以后要做功德 做一点健康的功德是好的 如果你们班列 成就阿罗汉什么 或者Pachika Buddha的时候 寿命长一点 可以利益多一点人 太短的话来不及了 所以 供养健康东西是好的 所以Mangala 供养牙 椰子啊 供养健康的香蕉啊 这个是很好的 所以那时候呢 他们就给他盖了一个塔 所以他爸爸等了 还要一直这么久了 我的孩子怎么还没回来 所以呢 就亲自上了 Taksira去找他孩子 还没有到他 的朋友的那一个地方呢 就是大学的时候呢 他就问起人们了 他讲你的孩子啊 哦 Sushima 不是 Sushima 他已经 哦 他已经是毕业了 然后去修行 然后过后呢 也成了披子佛 然后过后呢 也班列盘了 然后 那个塔呢 就是他的塔了 所以呢 那时候菩萨一听到的时候呢 就倒在地上了 太伤心了 孩子死掉了 可是我们菩萨是很有智慧的人啊 所以呢 他很有智慧的时候 他马上 恢复清醒的时候呢 他就带着很恭敬的心 肯定应该不会带着伤感啊 就会带着非常 我猜想啦 菩萨这么就有智慧 他不会带着伤感去 做一些功德的啦 所以呢 他就带着很有 恭敬的心 还有很喜悦的心呢 就来到他儿子 就是Sushima 彼此佛的塔那边呢 撒 整了很 把整了很多 不是 把那些草啊 清掉啊 整了很多的地啊 可以有草的话 应该是说 应该是班列盘很久了啦 所以呢 整了整平了 整个周围 撒花撒水 然后呢 过后呢 也把他的 伞呢 放在那里 放在塔上面 遮太阳 所以因为这个功德 佛陀讲 是因为这个功德 我撒沙的这个功德呢 让 这个两个国家 为我铺平这整条道路 因为我撒水 所以我一踏进 那个地方的时候呢 天上就会下起大雨 就因为 啊不是我啦 佛陀佛陀讲的 因为佛陀 撒花呢 所以呢 人们天人呢 都会 供很多的花给他 然后为什么会这么多人 为他撑伞呢 你们都猜得到 就是那把山 所以人天呢 都为佛陀称山 所以就是因为佛陀的功德而已 所以呢 啊佛陀教诫 比丘中 那个法句经 我忘了那个句子怎么念啊 可是整个意思呢 就是 当一个智者呢 看到有更大的快乐的 更大的快乐的时候呢 他愿意舍掉小小的快乐 然后当他舍掉小小的快乐的时候 他可以得到更大的快乐 所以呢 这个就是佛陀讲的重点 所以我们呢 这个就是因果 这就是Pante Manga 一路来一直在教育 大家教育什么 这个世间上很多人的苦呢 都是来自什么 来自不了解因果 这个Pante Manga讲的 也是 确实是佛陀讲 这个世界上最大的罪恶呢 就是 错见 就是因为错见 众生呢就一直在世间上受苦 所以呢 我们了知的话 如果我们看到更大的快乐的时候呢 小小的快乐 我们愿意舍 然后我们看到更多的快乐的时候 累计福田呢 是更重要的 这个呢 是可以带给我们生命呢 带来更大的利益 然后 按手机呢 小小的快乐 看电视这个小小的快乐的时间呢 我们愿意放下 打game的时间呢 也愿意放下 当然 一些些家庭的东西 还是要维持 不能不维持 不维持 佛陀很现实的 佛陀教导人家 做善业的时候 也会教导人家 居士呢 要把他在家的生命呢 做好 做丈夫的 要做好丈夫 要做好他的工作 要付出努力去工作 虽然 即使你做么的努力 所得到的财富 那其实还是一个果报 你们不管自己 看起来好像是表面的努力 可是呢 他也是透过你的努力呢 让你的善业成熟 你会得到这些好东西 都是因为有果报的 只是佛陀 只是 不会只是讲这一声而已 他讲佛你的未来的幸福 你要多累计功德 所以呢 所以就是讲我们生命里面的时间 不可以所有的时间都花费 只是维持 我们要拨出一段的时间呢 是为我们的生命的未来呢 做好一些的不计打算 所以 所以有生之年呢 佛陀教导 举世男众或者女众呢 做太太的 怎么做太太 做丈夫 怎么做丈夫 做儿子 做做什么 做父母的 怎么做儿子 做父母 然后 然后未来呢 要怎么做 就是布施首戒 还有 还有 布施首戒 还有什么 布施首戒谈修 所以 这个故事讲完过后 大家有什么 在故事里面有带来什么讯息 大家可以分享了吗 我们可以讨论一下 这个故事虽然它是很有取发 你看做什么功德 我们可以得到什么 可是我们也可以在从中 可以学到一些故事里面的讯息 大家有谁想要分享也可以分享 啊 哦 对 保护经要有力量的话 一是要念得对准确 第二呢 是 念的本身呢 它要有 首戒 基本上就是你的戒定会越强 你的 念诵的经文呢 就越有力量 第三还有什么 要有信心 听的人要有信心 念的人本身也要有信心 所以 经典在佛陀时代是很容易起的效果 你可以了解 当时的人呢 对佛陀的信心是不一样 当时的人的戒定会也是不一样 所以为什么他们 可以念一步经 病就可以好 所以他们的 经文呢 可以念出来呢 起了很大的效果 很效用 还有当然 信心呢 信心佛陀讲啊 经典一直在记载 有几种一些信心呢 是对佛法身 对因果的信心 所以信心它是很有力量的 只是 你放在对的话 它就有力量 放在不对的话 同样的 不对的地方呢 它也是带来灾难 所以 如果 还有一个东西呢 我觉得这个是很好的是 我们 就是业的力量 当然我们刚才讲了 可是 在我们 学佛的里面呢 我们就知道 有些人可能想要帮到别人 有些人想要 被帮 可是 在这个故事里面呢 他就讲了 想被帮 或者想要帮人的力量 来自什么 当然佛陀的本身的力量 不用讲了 他有神通 他有 智慧 那个接听慧 那不用讲了 还有一个是 业的力量 就像班队蒙格拉讲的 法的领导学 你样样都做对 你什么都会到完 你领导学都做对 可是你业不对的话 放你在领导 就是团体的灾难 虽然你的音可能是对 可是你的业不对 就是会把大家拖下水 所以放一个人 所以一样的 领导跟要帮人 他其实都一样的 领导本身就是要带人家去更好的地方 一样你要帮人的话 不管你是要帮家人 或者帮朋友 或者帮什么都好 我们也要知道怎么帮人 那佛陀帮人的时候 意思是他本身自己有功德 很有强大的功德的时候 他就有这份的自信去到那边 大家会对他的业起反应 他就可以绑到别人 所以佛陀你看在 有一部经 在真知部佛陀讲的 有布施 有不同的布施 会带来不同的效益 你带着信心布施 你的布施 同样的 其实原理是一样的 你带着信心布施 或者信心服务 或者信心做什么善事都好 你会带你的果报成熟的时候 你会比较转眼 然后你有 你有适合的时候给余的话 他也是会适时的 适时的得到 一样的服务也是一样 所以有几样的适时的东西 你们可能可以学一下 有五种东西是适合的 你供养这五种东西呢 他是属于适当的布施 应时施 应时施 一个是病人 病人生病的时候 你给余的药物 要适当啦 不要给错药 给错药物 就糟糕 要给对的药 然后第二种呢 是旅途 就是有远方 旅人从远方到来 这个是 你给余他的服务啊 给余他的食物啊 照顾啊 都是应时施 然后要去远方的 也是一样 然后还有两种是什么 还有两种是什么东西 还有两种忘记器 还有两种 三种 就是刚才讲的 还有两种 暂时忘了是什么东西的 讲到的话可以再提一下 或者小律知道吗 忘记了 不用讲到的话以后再讲 所以讲回来这个故事呢 我们是讲说 啊对 所以佛多讲 包括像故事 如果他带着恭敬心 去布施的时候 他的果报成熟的时候 下面的人 他的孩子 他的员工 他的同事 会尊重他 他所讲的话 人家会觉得 可信 可听 然后会尊重他 会恭敬他 所以讲的都是 都是讲因果 所以让我们 如果想要帮别人 想要引导别人 生命变好的话 我们自己 累计功德的时候 他同时 就是在帮着别人 不只是帮到自己而已 也同样帮到别人 经典很多这个故事 啊 所以 还有一个 如果你 为什么佛陀 佛陀他做的功德 跟人家做不一样 经典有记载 佛陀做每一份的功德呢 他都有三个想往 第一个想往呢 是因为他想要 帮他的亲人离苦 第二种呢 他是想要帮到众生离苦 第三种呢 他想要证入一切知识 就是佛果 就是成佛 他基于这三点呢 他当然大悲心了 所以基于他做的每一种善事呢 都往这个三个方向前进 所以他的果报成熟的时候 他的利益呢 就可以利益到很多很多的人 所以 那个法剧经第一句呢 就讲 心是一切的主导 当然有好跟不好的啦 所以呢 心是非常特殊 所以一切我们修行里面都在讲心 这条 因果呢 我们做一切的善事要起到很大的效果 除了所言 除了过程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我们的心 所以我们的心怎么做 我们的心是怎样的心态 它可以让我们的果报 起了很大很大的效果 如果我们做一切的服务 是希望这个服务呢 能够让我成就解脱 也能够扶持佛教 或者能够帮到更多的人 离苦得乐的时候 果报的成熟的时候 它也带来很大的很大的效果 能够利益到很多很多的人 而且那个心 本身的素质也是快乐 为什么 当它不 当你做一切的善行的时候 不是往自己而想的时候 它本身就是一种快乐 因为心开阔的关系 因为它心是想要利益别人的关系 所以呢 它 所以为什么佛陀 如果菩萨呢 它本身它可以承受很多的苦难 它都觉得可以 因为呢 它是觉得 它做的不只是自己而已 它也是利益着别人 所以它愿意 去忍受一切的苦 当然我们做不了这样强大的痛苦 我们可以忍受是一点点高难度了 可是起码我们有这样的心态的时候 内心会比较有一份的充实感 内心会比较有一份的开阔 然后起码果报成熟的时候 我们也可以看到利益的是很多的人 所以我们也知道我们要帮的人呢 本身也要有功德 佛陀要去帮他们的时候 会先看他们能够不能够被帮 也就是看他们能不能受法 有没有这个功德能够承担佛陀的到来 神团的到来 所以一样 如果我们的生命里面 如果想要被帮的话 想要让人家引导的话 有一个东西是很重要 就是我们自己要有功德 特别是要恭敬而受法 不只是学法而已 包括在世间上面 出去社会的人 做过管 做过高层的人 自己也明白 如果你们手下是比较恭敬 比较有尊重心的话 你会跟他多讲一点点 会懂得比较服务 懂心比较开阔 会对你比较多服务 会对上层会比较恭敬的话 他上层就会多照顾一点 多给一点点的提拔 同样的 你看在这个布经里面 当佛陀到来的时候 心中对仁天 每个人都对佛陀跟圣团 带起无比的恭敬和感恩的时候 他就会起了很大很大的利益 效果的产生 所以这布经给我们的讯息 除了跟我们讲 我们要什么 善业 我们可以得到很多的利益 我们也要让我们自己成为一个 能够受到真会的一个受惠中 所以让我们自己把自己的心呢 能够放掉自己的自我 放掉我们自己内心的脚 内心的脚就是内心的一切的 不好的习气都放下 比如也可能我们有 有什么 有什么 脾气不好的 比较 可能 比较贪心的 可能 比较没有 可能 还有什么 哎呦 事无量心相反的 事无量心的 都相反的话 我们就培育多一点 事无量心了 你看 所以你看很多 慈悲洗手 很多Meta的人呢 你看就是很多的人 会去帮他 你看包括我们 你们都看到我们有一个 叫Meta Shadow的 达巴拉尊者 他就很喜欢去照顾了很多的Meta 很多的慈心 所以 师父不管多累 即将师父不管多累 或者身边的人 几累几累 当然啦 有时候也受不了 多累的时候 可是会基于他的美德 还有他的功德呢 大家会 师父会愿意破出他的时间去帮他 破出他的时间 破出他的所有他的能力 可以的话 他都尽量帮他 当然啦 他是一直在提升啊 当然了 我所谓的帮是让他 从更好变得更好 所以呢 所以就是 总结呢 就是讲说 希望呢 我们每个人呢 能够效仿 这一部Ratana Sutta里面 所带来的讯息 让我们加强自己 帮别人的功德 帮自己的功德 也让我们自己成为一个 能够受法 能够受惠 受到更多真会的一个受惠中的 更多的美德和品格 愿大家有一个美好的 美好的生命 美好的学法的人生 最终呢 能够跳出苦海 能够利益到更多的众生 希望呢 未来你们的到来呢 去到有灾难的地方 灾难变成不是灾难 然后有苦的地方呢 你们去到的时候 有苦的地方变成 不再是苦 大家平安快乐祥和 杀 杀 没有疑问哦 喜欢听法 是有一个好 在经典佛陀有记载 这个是最后的一个 刚好想到 这个是 以前班天一直跟我们讲 Kami pattern 这个是 也是一种 惯性 我们可能可以做很多的 很多功德 可是有一个东西 我觉得很重要的是 Kami pattern 叫什么 夜的模式哈 夜的模式 夜的模式是一个 影响我们生命更大 它比 虽然夜肯定好了 可是还有一个东西 更好的是 夜的模式 如果我们有一个 好的夜的模式的话 它影响的不只是 吓一声或者口爆成熟 它影响的是 很多事很多事很多事 比如喜欢布施的人 他变成很喜欢布施的时候 他去到即使未来的生命 他得到什么生命都好 那个模式一直在 一直在滚 所以他就会生命很容易 从苦里面转出来 所以喜欢修行的人 也变成一直在寻求 修行 喜欢帮人的人 也变成 喜欢一直在帮别人 所以我们当然 没有这么多好的品格 所以我遇到正法的时候 给我们看到一个希望 就是我们培养这个模式的话 喜欢布施 喜欢守戒 喜欢做布施 当然布施 很多我听到有一些 包括近代 也有一些布施的故事 很多喜欢布施 喜欢听法 的话呢 未来的生命呢 他就喜欢跟法 结下三缘 然后喜欢清净佛法 喜欢听闻佛法 然后你想 生命转成的 生命想要提升的可能性 就更高 所以佛陀在有一次的时候 阿难尊者就看到有四个五个人 跟佛陀跟他们讲法的时候 每个都有不同的 pattern 一个呢 是在地上挖泥区 挖泥巴 一个呢 就在天空一直看天 一个呢 是好像摇树 还是什么 是摇树枝 还是什么 忘了了 然后另一个呢 只有一个很专注的 听佛陀讲法而已 然后阿难尊者就很好奇 佛陀讲法呢 是非常 每一个人呢 听到佛陀讲法 是全身关注的 因为佛陀的声音太美妙了 所以声音很好听呢 是一个很好的福报 你讲话 人家会很全身的 关注的去听 所以佛陀就讲为什么 所以佛陀讲法呢 能够有信心是很稀有的 佛陀讲为什么会怎么样 因为挖泥丘以前是蚯蚓 喜欢看天空的事 他很多事都是星空学家 所以很喜欢看天空 然后 还有一个喜欢睡觉 喜欢睡觉为什么 他很多事都做蛇 所以就很喜欢睡觉 所以一直在钓鱼 所以还有一个呢 喜欢摇树 是为什么会在那边摇树 我很奇怪 怎么会摇树呢 他是猴子 因为佛陀在讲经 你不可能在那边摇树吗 然后他过去是猴子 然后只有一个为什么很专注 就是他和五百世呢 都是佛罗门 他都是很喜欢读书 所以佛陀讲什么 他都记住 记在心里面 所以就很多利益 所以呢 所以你看起来 虽然有喜欢读书的人 看起来可能 没什么 可是呢 他养成那种模式的时候 他遇到正法的时候 他就有想学习佛法的那个 pattern 模式出来的时候 就对他有利益 所以呢 好学本身 他就是很好的 pattern 然后我们遇到正法的时候 他就喜欢一直去学习 所以呢 很多很多的pattern里面呢 班内蒙拉很重视的一种pattern呢 就是喜欢 喜欢改变自己 喜欢提升自己的模式 有了这种pattern的时候呢 喜欢改变自己 想要提升自己 这个pattern的时候呢 他就会觉得改变自己 是一个很快乐的过程 我 其中一个 这是我 我向往的这个神明 因为改 改pattern对我来讲是很苦命的东西 所以呢 我就往这个方向前进 所以 培育起这个pattern模式的时候 我就想要像班内这样的时候呢 你看班内他每 包括这一次法的领导学 他看到自己错误的时候 他是很开心的 很多人看到自己错误的时候呢 是垂头上去的 在那边怨天哀人 自己又做错 懊悔 对班内来讲 错就只是错了 懊悔只是增加苦因而已 所以他要成为 这个就有智慧的人 他就要这样 自己的错成为人家学习的好题材 所以他马上转一个念头 就是 马上给大家讲解 这个错在哪里 那怎样纠正怎么改进 然后大家一起学习 而且他学习的时候是很开心 所以 这个pattern 如果我们可以培育起来的时候 我们的生命就是一种很大的幸福 任何一个模式 我们就很容易的栽培起来 所以呢 希望呢 我们在有生之年呢 可以培育起这样好的pattern 就是喜欢想往上的pattern 想要改进的pattern 想要改变想要提升的pattern 这个是很好的模式 愿我们有这个好的模式 一直到我们能够断出一切的烦恼 能够帮到别人 愿大家找着涅槃 沙徒沙徒 好 好